所以下一步 資料表名稱叫做地址 特別注意 資料庫裡面會匯入一個資料表 他的觀點有點像工作簿 工作簿有點像資料庫 裡面的工作表 所以工作簿對應的就是資料表 應該有這個概念吧 一個資料庫裡面有很多的資料表 所以匯入到SS裡面的都叫資料表 完成 完成之後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地址的這個有沒有相關的資料 都會通通怎麼樣 搬到SS裡面來 這個時候呢 SS就工程升退了 好就兩個步驟 第一個 新增SS 二匯入進來就這樣而已 就很快的可以匯入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查到我的 這裡面來 特別是用 按下查詢可以產生這個 不過特別是因為我城市沒有 沒有那個 防措 所以如果你已經有一個宗教東 你不能再查一個宗教東 那按下查詢怎麼查 特別注意 我們必須執行 ADO元件 加上SEQL ADO加SEQL 其實就可以搞定一切了 SEQL 它就是一個資料庫的共通語言 它可以跟資料庫對話 所以我們做哪些事情 基本上 在雲端的白板上面 這邊都有 首先的話呢 不過這一段程式都可以call的到 在我雲端上面都有 因為這一段裡面 我大概講一下 基本上ADO裡面 我們會用到一個元件 叫connection 那connection是連結資料庫 Recorset是連結資料表 就這兩個東西 資料庫 連資料表 然後呢 它的路徑就在這裡 listworkbook.pass 就是在 工作部同樣的路徑底下 會有一個什麼呢 這個改一下 這個叫地址好了 我之前是用這個名稱 後來我改一下 那副檔名是 ACCDB 如果你是2003的版本 是MDB SS的版本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要改一下 如果說你最後 這個地方改成地址 後面的話改 ACCDB ACCDB 不過給各位雲端的 上面的那個是正確 那底下的話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一個叫select 所有 select就是查詢 所有from地址 這個資料表裡面的資料 他就會最後怎麼樣 放到我們的Excel 不過這個 最基本的功能 再來我們可以改一下 改成什麼 下一個條件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我剛剛不是查了什麼 宗孝東對不對 實際上是利用這個後面加一個 篩選條件 會有 地址這個資料表 用like 後面有個什麼 萬用資源 單引號 單引號 因為 雙引號被用掉了 所以用單引號 然後呢 前面有個百分比是什麼呢 萬用資源 無論前面是什麼 忠孝東 只要中間有忠孝東的話 你就幫我秀出來 並且call到哪裡呢 call到儲存格裡面去 但是呢 最後我如果希望 再做得更完善一點點 這個是後來有改 就是如果要 讓使用者輸入什麼 Input Box 所以上面有一個Input Box 請輸入查詢關鍵字有沒有 然後呢 丟給哪一個呢 丟給這個S 有沒有 這擋住了 OK 最後